黃毓民議員 主席 陳克勤議員的議案認為發展經濟一定能改善民生 但資本主義五十年不變 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香港特色資本主義社會 滴漏效應只屬虛妄 貧窮人口達到一百三十多萬堅尼係數灌絕已發展地區 這就是香港一直所奉行的資本主義制度 特區政府近年陸續推出最低工資 鼓勵就業交通津貼競爭法 以及長者生活津貼等措施 不是殘缺不存 不存就是金額變低 根本無法彌補市場壟斷、中港融合 樓價租金飆升對普羅市民的傷害 今年首季香港市民每個月的個人就業入息中位數才得一萬五千元 家庭住戶只不過二萬四千五百元 在目前的物價和租金指下哪能夠糊口 特區政府 今天高調推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 四人家庭 最多都是可以拿到二千六百元的津貼 基層要脫貧仍然遙不可及 奉行極端資本主義的香港經濟 造成大規模在職貧窮的元兇 特區政府的小收小補 福利津貼 又怎能扭轉局面呢 本席以前擔任社會民主連線主席時出了一本叫做《制約扶經》 義無反顧的小書 提到香港必須約束極端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 原本強調的所謂人民的機會平等 認為政府不需要介入市場 不應該提供社會福利 這個市場的完美論述例如自由市場資訊 完全競爭等市場條件在現實並不存在 但是市場機制衍生了弱肉強食 過度競爭 和效益主義 最後扭曲社會 現在香港資本主義發展到後期 市場飽和出現寡頭壟斷 破壞市場效率 損耗資源 破壞環境 官商勾結 除了少數特權階級 社會上大部份人都受害 好像新世界得到康民署 被尖沙取海濱的發展權和管理權 不需要公開投票 領匯從政府買入公屋商場後 瘋狂加租 舊區重建 變成那些 甚麼K11 朗豪方 政府持股七成六的港鐵大搞地產業務 壓縮列車服務成本導致貧貧故障 這些都是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特色 香港人所有生產活動 只能夠依附大財團 要不就成為大商場的租戶 不然就做他的僱員 但是他們的生產活動所得到的微博報酬 最後又被迫花費在大財團 所持有的住宅商部租金 或所提供的產品服務之上 這種經濟越發展 生活成本和工作收入的差距越闊 市民的生活 就越艱苦 更可惡的就是 特區政府盲目推動中港融合 帶開中門 引入自由行刺激本地經濟 使本地零售業和服務業排擠本地人 公共秩序被中國履霸和盜冊破壞 港人的生活成本暴障之餘 漸漸失去生活空間 資本主義經濟對香港人的摧殘 可謂到了致命的地步 我們一直爭取的社會正義 和自由 不只是著眼於 免於政權的卡壓和載制的消極自由 是要爭取社會經濟的積極自由 人民能夠獨立思考和自由選擇 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目標 不會受到經濟條件的限制 達至自我提升和自我而完善 到公下創業的小商戶 隨時又會被大業主、屋宇署和消防署逼走 無力承擔商鋪租金 而在街頭擺賣的小販 動載被食環署罰款和抹收貨品 在這種極端資本主義下 他們連生產 和生活的自由都被剝奪 香港統治階層 包括建制派的朋友 口中的發展經濟 只不過按照他們的意思 發展經濟 不容許有人動搖 由他們主導的經濟結構 香港自行的自由經濟 不過是一個騙局 近年出現的多種新商業模式 例如759、阿信屋、香港電視網絡、Uber 大有可能為社會帶來革命性的轉變 但在香港 一樣舉步為奸 香港的GDP 年年錄得增長 社會發展就落後細節流流 這是極端資本主義 局限經濟自由 以及社會發展的名證 香港人最需要的發展經濟 是建立一條完整的產業鏈和人物網 發展真正屬於自己的事業 立法會扶貧小組委員會爭取的小販街市社區經濟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考察研究的環保回收業 其他建制派議員提議的重新發展漁農業和輕工業 這些都是植根本地不容易被跨國財團替代的產業 市民可以從中發揮 他的想像力和創造力 實在大有可為 值得政府扶持發展 香港扭曲的產業結構 亦可能因此而得到改正 特區政府偏偏要維護金融 和地產的主導地位 對這些意見 致虐網民 假如特區政府對上述產業發展建議 有對創新科技局一半的熱情 即是說到這裏 局長坐在這裏 搞個創新科技局 削你的權 你就輕鬆一點 但這個新局長 我從頭看得到我腳 跟他談了個多小時 我真是對於創新及科技的發展 由他帶領之下 我真是沒有太多信心 但當然現在說的可能過於無斷 整個政府 為了創新及科技局 搞這麼多事 到最後是否發展經濟有幫助 完全是一個問號 剛才所說的包括建制派議員 或其他民主派議員提出的建議 政府如果有對創新及科技局一半的熱情 接受這些建議 這樣就可以改善經濟了 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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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